解膜风波延收将近一个月后 号定董事长张念慈 这一度亲上火线 重申解膜不是失败 只是没达到标准 我们真正的说的是 糖分子它可以产生的抗体 它的专一性跟的强度 足够能够产生临床的疗效 同时更宣布 卢埃兴耀OBI822论文 确定已经获得 美国肿瘤医学年会ASCO接受 将在6月发表 虽然稍稍解除市场疑虑 不过内线交易疑云 还是未解 我们这次的也不是 也不是做得非常的圆满 因为我事先没有警告他们 我本人是绝对不热忠炒股的 也不赞成像这样子的动作 谁在卖 用谁的名义挂出去的 卖10张 翁秀不在台北啊 但中研院院长翁启慧 恐怕很难置身事外 因为就这么巧 号定2月19号解锚 翁启慧就在李专建议下 卖股还一口气 卖10张获利上看 600多万元 那么所以我在这里 可以跟大家确定的一件事情 是说 真正最后分析的结果 是一直到礼拜五的下午 才真正用电脑 送到浩鼎的办公室 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机会 在这个之前 去碰触到 这个data 我们当然也没有做得非常的 透彻 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关系人都找来说 你们绝对一个月前都不准卖等等 现在检调也已经介入 侦办 不排除约谈 翁启慧 只是原定31号回台 说明的翁启慧 却散电请职 当起 落跑院长 都让这起后顶案 风波 难以落幕 下期新闻综合报道